这支影片呢,我要来逛彰化的 京城夜市 听说来彰化就是要来逛这个夜市 这次逛夜市还是一样哦 我就是看到什么 看到帅哥的老板想吃就吃 不要在那边叽叽歪歪说 在这个夜市一定要吃什么东西 我们又要走那个路线 去吃吧 来是传统卤味 很多人排队 而且听说他们的那个卤汁 用了十几种药材去熬出来的 先是他推荐的鸡腥 美败家 鸡腥脆脆的 但是也没有乳到完全止咸的感觉 它有一点点 辣味在里面有提香 蛮好吃的 接下来这个是蛋胚串 什么是蛋胚 哈哈哈 吃不出来 它很酱 蛋黄 可是是蛋白的触感 蛮特别的 没有吃过的感觉 他也推荐的豆干是不是 一点点 一点点 它豆干的触感 已经快接近 白叶豆腐了 脆脆弹 压的那种口感 喂 豆干在我的印象当中 它会比白叶豆腐 偏硬一点 可是它这个豆干呢 满软的 这鱼好不好吃呢 它还是豆干的 是什么 这你男朋友吗 对 他们有不错呢 不很好用 哈哈哈 你有在追踪我的东西吗 有啊 IG有吗 IG 那我立马追踪 去死 现在才追踪 哎呀 我刚刚没有多久 对不起 不会骗人呢 这个女人不简单 不要小心哦 你真的要小心 哈哈哈 挑剥离间 哈哈哈 有啦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是被妈妈逼来拍对不对 很诚实 那你有追踪我的东西吗 哈哈哈 你们有IG吗 哈哈哈 有追踪我哈 有 确定来打开看 有啦 不会变冷啦 I love you 有追踪我的东西吗 有 检查一下 哈哈哈 确定 如果打开没有的话 你会怎么办 那就是钱哪有帮我弄掉了 哈哈哈 没有秒按 绝对不太会 还真的没有 不要脸 确实 你男朋友是讨厌我是不是 哈 现在给我按 哈哈哈 这个是纸酸药饼 很多人排队 真的超多人 这个我没有吃过哦 所以蛮期待的 炸得蛮酥脆的 外酥内软里面呢蛮绵密 它有番薯本身的甜味 微微的 可是咬越久呢 它会有那个三药本身的那种绵绵绵绵的那个液体在你的嘴巴里面 蛮有趣的口感呢 又脆又绵 不难吃过关的味道 也可以排队来试试看 这个是椰子乳 它就是跟那个红三药饼同一个老板可以搭配的喝 可是这个颜色一看就觉得 吃台湾人不懂椰子汁要怎么喝 因为泰国的椰子汁我们是喝的那个椰子里面的那个水 弄成白色的液体的椰子汁 我们会拿去当椰子浆拿去料理 会拿来喝 所以很多游客啊 去泰国喝那个椰子浆 然后在这边抱怨说什么 泰国的椰子浆根本不好喝 废话啊 那个就不是拿来喝的东西啊 来喝喝看 我真的不出乎我的意料 这种椰子浆呢 它就很像你去吃摩摩摩扎 然后你再把那个椰子浆 磷在那个冰上面 它是配甜点的那种 它不是直接拿来喝的这种 因为这种呢 它喝了 会让口笼有一种被切掉的感觉 因为椰子肉本身 它会有那种太干 让口笼很干的那种感觉 这不是张话的问题 这就整个 哈哈哈 整个台湾的美食文化的问题 哈哈哈 直接批评 整个台湾美食文化了 哈哈哈 因为怕得罪张话的人 直接得罪出台湾人好了 哈哈哈 这个是生草鸭肉羹 然后我加的是米粉 为什么要吃呢 没什么原则 就看到很多人吃 哈哈哈 今天呢 就是只是很多人排队的店 哈哈哈 台湾人那么爱排队 就是入境随俗 对生草的羹 跟一般的羹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直很好奇 那知道的人呢 就给我留言 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看一屎点 哦 所以我看一屎点 是有很多人的 很详异的 看一屎点 拉上去 你也有很多人的 厚度为何厚 哈哈 哈哈哈 我看一屎点 我们在这里 给你一点 如果我看一屎点 然后我刚刚看见到 就是像松仁啊 然后 马尔棠快较家 鸭肉 很特別的羊 因為它有那個 鍋炸的羊 可是羊本身呢 不是很甜 味道滿適中的 反而是那個鸭肉 本身味道比較鮮烈 感覺就是 熱炒裡面的那種炒鸭肉 那種調味的感覺 滿好吃的 然後配上筍絲 然後洋蔥的微微的那個香甜 很搭 它算是我目前吃羊 到現在為止 最清淡的一碗 可是就算這麼清淡 我還是覺得 它本身的那個鸭肉 炒的那個香的感覺很好吃 可是我聽說一個說法 就是什麼 吃羊不好 因為羊很不好消化 這件事情是正確的嗎 雖然我沒有很在乎 消化這種東西 可是 還是可以留言哦 等這麼久有追蹤嗎 有嗎 我要看 不是IG IG沒有對不對 IG沒有是不是 給我去吃 我Youtube有追 我超愛看你影片 我都跟著你腳步一直在吃 那你信不信很多呢 要幫你回嗎 有追蹤嗎 有 給你看 Youtube對不對 IG有嗎 IG有 哎有耶 一打開就是我了耶 你很棒 你很優秀 好好愛他 懂不懂 好 你是彰化人嗎 對彰化人 我有紅到彰化哦 有很紅 確定 我都有看你的影片 在彰化誰最紅 香鳥 哇 很棒 彰化人很棒 所以我是誰 騙子 你給我跳進那個油油裡面 炸死你 我很紅好不好 你不知道我是誰 我傷心了 在家我不要吃 你再回去去尋找看 找到都實訊我好不好 那你要給我一個方向去找嗎 不要我很好找 真的 你說 對 很討人厭的那個 來是美式炸雞 這 是我第一次知道這種炸雞叫美式炸雞 他們說呢 他們店的所有東西都賣得很好 囂張 這種囂張的店呢 我很喜歡 因為誰好不留情的 踩碎他的玻璃心 這就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就點了他的雞皮 剛炸出來的 很像去吃那個連鎖素食店的炸雞 然後把他的那個炸雞的皮拔下來 去吃 沒什麼調味料 很單純的就是脆脆的雞皮 跟外面裹的澱粉脆脆的 過關 接下來是他的雞翅 這個好吃 就只要跳舞可是 這個東西不好跳 雞肉呢 滿滿的汁 完全不乾的感覺 很多汁又很嫩 然後外面脆脆的皮很搭 然後那個他調味有一點 鹹鹹的 然後有胡椒的香 然後他加了外面的那個 那個辣椒粉有提味 很好吃 你是彰化人嗎 是嘉義人 我現在只好奇彰化 我紅紅 我嘉義紅不紅 很紅 真的假的 哇 那我很想去嘉義 你是彰化人嗎 是 在彰化紅不紅 是最紅 你還在想 你還想 給我滾出去 完全沒有社會話耶你 高中又早點社會話好不好 謝謝 你要喝不關牛奶嗎 不要 我喝太多次了 木瓜牛奶 去哪裡都要喝 大哥也有在看我的影片啊 有有 我都有在看 真的假的 我是不是本人很漂亮 對 真的假的 本人反而差很多 啊為什麼 這什麼話 本人比較好看 哦 要說電視網路跟本人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對 本人差比較多 啊 走開 這個是炭烤雞排 他們招牌寫 傳說中的炭烤雞排 應該蠻厲害的吧 因為等蠻久的 我確定是會烤得太慢 還是會真的人很多 其實我真的搞不懂 這種炭烤炸雞排 這種東西 因為都已經炸了 酥酥脆脆 再拿去烤又淋醬 意義是什麼 可是呢 就危險要掌握 財富密碼的網紅呢 我們先不要牌是 蠻香的呢 有炭香 很好吃 雞肉完全不踩 因為通常雞排呢 我覺得它有一點 會太硬 所以有時候 咬下去 然後咬下去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會有那種卡卡的感覺 然後外面的那個 皮 臨上的那個醬呢 甜甜 鹹鹹的 蠻香的 可是就算這麼好吃 我還是搞不懂 要再拿去烤 因為它的皮 本來是那種 酥脆炸炸的雞排 被烤之後 它就變軟軟的 好吃不難吃 值得等 來吃石板烤肉 刺爐凱族的料理 這是我第一次試試呢 它就是把烤豬肉 類似炒在石板上面 豬肉呢 就有什麼五花肉啊 各種肉都有 然後跟那個 洋蔥啊 然後蔥段 炒 然後我有加辣 雖然沒有吃過 可是非常熟悉的味道 它就是 烤豬肉拿去炒 然後有那個 洋蔥的爆香啊 蔥段的爆香啊 很像我們熟悉的那種 熱炒菜的那種感覺 不錯吃 不錯不錯 可以比個愛心嗎 不可以 哈哈哈 不要跟你比愛心啊 你還是比了 你又不是賽哥 幹嘛跟你比愛心呢 事情是這樣 因為拍完呢 結束之後 叫車回飯店 在等車的過程當中呢 我就一直看到一間 炭烤甘蔗汁 其實呢 我個人呢 在泰國 本來就很愛 喝甘蔗汁 可是呢 來台灣呢 去夜市吃甘蔗汁啊 每次一喝 每次失望 每次都會受傷 那種夜市的甘蔗汁 都會有那種 皮 蓄得不是很乾淨 那種 噁心臭臭的那個味道 所以我很討厭 可是呢 我就在那邊等車等很久 然後就看到這一間 不知道什麼魔力 就讓我走進去 結果一喝 不得了啊 但是我在台灣 生活到現在喝過 最好喝的 甘蔗汁了 因為來不及 回去拍了一位車 剛好來了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邊補拍 補拍 我真的得不起我的良心 那個阿貝還說 不好吃會退錢啊 這種 囂張的話 可是他 有資格囂張 因為真的很好喝 真的值得買來喝喝看 我好感動 好 回去夜市現場 得結尾 哈哈哈 今天來拍呢 因為是下雨的關係 所以很多餐位 就沒有開 然後有很多餐位 男生的印象呢 就是 餐位很少 哈哈哈 其實它繞了一圈 其實它沒有很大 餐位跟餐位之間 它還是有距離的 所以其實餐位沒有很多 那吃的東西 它就是 名副習食的夜市美食 它就是你來玩 邊吃邊聊天 邊逛的那個感覺 有好吃的東西 有普普通通的東西 那男吃的東西的部分呢 我就沒有要講了 哈哈哈 那些期待我講男吃的人呢 我就只能說老娘 沒有要影響 這些店家 我還是要再請調一下 我很愛彰化 因為在彰化 我很紅 一堆人認出我來 雖然一堆人沒有追蹤 很討人厭 但是沒關係 也不是沒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不追蹤就是死罪 所以呢 所有觀眾呢 得各位 我去按贈訂閱 分享 快一起小鈴鐺 我的所有平台 不管是 MVYT 就是姆勒 紫尼聶 Gio 南入 S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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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